中国古代对越南中北地区的统治整整持续了一千多年 虽然朝代在变幻 但是越南的中北地区几乎都是被中国统治着 直至两宋时期 越南才一步步的脱离了中国版图 两宋以后 原末时朱元璋安定天下建立大明王朝 朱元璋考虑到国家初定 根基尚且不稳 为了减少与周边国家之间不必要的纷争 于是朱元璋下令不征伐周围的 包括越南在内的十五个小国 朱元璋甚至说道 安南献山隔海 辟在异渝 得其地不足以攻击 使其民不足以使令 并且在他死前还将这个命令写在了皇家祖训里 以此来告诫后辈们 希望后辈不要以中国富强 贪一时战功 无故兴兵 治伤人命 而后 1403年 朱棣继位后 胡继黎身为臣子 却胆大包天 竟然夺取了当时的越南政权 改臣朝为胡朝 不仅如此 胡继黎还自诩是于顺的子孙 将大于作为国号 不久让位给次子胡汉仓 以太上皇的身份 仍长朝政 遥远的中原 继位不久的明城祖朱棣 对越南发生的一切 毫不知情 胡继黎不仅没有因为谋反夺位 而害怕被朱棣发现 而且还派遣使者 欺骗明朝 声称原来的陈氏 宗似济爵 知数轮灭 无可少称 他自己身为陈氏一脉的外甥 与陈氏血缘相近 很适合当陈朝的王 并且请求明城祖朱棣 测封他 胡继黎这一步棋走得巧妙 请求封王以拖延时间 在暗处将靠近越南的大明国土 一点点占为己有 明修战道 暗堵陈仓 虽然 胡氏及其家族 蚕食大明土地的行动 都在暗中进行 但是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 最终朱棣还是知道了他们的恶行 陈朝是明朝下旨 测封的合法政府 可胡氏叛乱称王 这是公然挑衅大明王朝的尊严 不仅如此 安南军队还半途偷袭了陈天 而后凌迟了陈天 并且那时的陈天 身为前陈朝的王室皇孙 朱棣专门拆遣军队 护送他回安南 半路明军却被安南军队伏击 胡氏集团的这些行为 最终使得朱棣大怒 明城祖朱棣 这个历史上有名的好战皇帝 一言不合就要打仗 单单当时的蒙古 就被明朝狠狠地收拾了五次 此时怒火中烧的朱棣 立即下旨攻打安南 同年九月 朱棣下令闽城国公朱能 为征仪将军 西平侯穆盛为左副将 新城侯张府为右副将 丰城侯李斌为左参将 云阳伯陈旭为右参将 领兵八十万征讨安南 那时很多人觉得大明讨伐安南的战争 只是小小的立威性质的战争而已 此举只是想给安南一个教训 以此彰显明朝的威严 但是此时执政的是有血性的皇帝朱棣 他甚至下令不打到安南聂国 绝不罢休 明朝的军队装备优良 训练有素 还有强大的后勤作为支持 配合以兵分两路的作战方式 1407年明朝吞并安南 胡朝就不复存在了 胡继黎父子被俘 并且同众多胡朝的门城武将 一起被押送明朝的首都精灵 其实朱棣本是想帮陈旭 王朝复朝 并且帮他们惩治那些篡位之人 但是无奈陈氏王朝的子孙 都被胡氏杀得一个不胜 最终恢复陈朝无望 无奈之下 朱棣只好涉官监制 交以中国礼法 让越人与汉人一起 享受大明王朝的太平盛世 朱棣灭了安南以后 就在越南一带设置了 郊子都指挥使司 郊子等处承宣布正使司 郊子等处提行暗查使司等官署 让明朝官员直接管辖越南 越南的狂妄自大和愚蠢 让他们付出了惨痛代价 这个国家最终走向了灭国的结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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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 感谢观看